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月子 然後呢 看到這個場景應該知道幹嘛啦 就是這次要來吃三個不一樣的堅果醬 這個是種子醬啦 那這兩個是堅果醬 那都是我之前沒有吃過的 這個呢就是我之前有在iHerb上面買的 Thumb Butter 肥花籽醬 然後這個是我前天 禮拜一 反正就前天 才在那個Costco 買的那個Mix Nut Butter 就是混合的算是堅果醬吧 朋友Emily她看到就馬上貼給我 然後我剛好禮拜一就是剛好要去Costco 所以就馬上買了它 然後這罐也是蠻大罐的 就是Costco 然後這個呢就是之前有吃過的那個MOTHER EARTH 不過先前是吃那個絲滑跟奇亞籽的 那這個是COLY的 這次也是買了一陣子 還沒來吃就是要來吃這三個啦 好 我們開始吧 第一個就先從花生醬吃起吧 因為這罐是買最久的了 因為先前有分享過它的絲滑跟奇亞籽 所以我就覺得顆粒的應該味道差不多啦 對了我一樣這次就是都有這樣子倒蓋過來 這樣子它油水分離的話會比較容易拌 那這一罐 看到很多顆粒 很明顯是有油水分離 所以來拌一下 喔我要拌一下 好那我拌一下吧 因為這分離的有點嚴重啊 我拌的差不多了 然後呢 平外面 因為它這罐其實裝得很滿 然後我拌的時候就有流出來 所以就有點 該怎麼說呢 髒亂 不過沒關係就來吃吧 然後我在攪拌的時候就發現它顆粒很大 然後可以看到 它的顆粒是非常非常多 然後是到那種 細 比較細的 沒有像之前吃的那個Crazy Richard 跟那個 火力猴 Pinat Butter Company 那個火力猴的那個顆粒這麼大 不過它這個顆粒是很多 然後因為顆粒多的關係 所以想想之下就很很稠 我這次已經辦過的喔 就很稠這樣子 你看不會掉下來 我有準備 小黃瓜 試試看吧 喔 它也忘了看成分了 不過我覺得成分應該差不多了 對 花生99.5% 跟鹽 剩下0.5%就鹽 然後吃起來我覺得 就跟之前絲滑的吃到的味道差不多 不過顆粒感很明顯很重 因為每一口都有這樣子 對喔 我覺得他們 他們的花生像就是 雖然沒有加糖 可是吃起來吃得到花生本身那種甜味 我就覺得 好吃 好吃 嗯 下一關 再來看到的就是這個 iHerb上面買的 顆粒的 它也有細花 但是我喜歡吃顆粒大部分 然後它這個的成分 我記得是有加其他東西 對 它這個有 烤的葵花籽 還有糖跟鹽 就這三個 所以這是有調味過的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標示嗎 沒有 就是一些過敏的啦 我燉了好久 我們來開吧 它沒有設計撕開的地方 多設計個撕開的地方會怎麼樣 突然意識到這個應該是要用割的 喔 有油水分離 喔 就馬上可以看到 超多超多的顆粒吧 喔 好大 這是整粒的吧 這不是抹水 這是整粒 它一樣有油水分離 所以我一樣要來拌一下 這一罐也是 顆粒超多 然後又超級大的 所以就 超難拌的 終於拌了 可能也是因為顆粒多的關係 然後還蠻濃稠的這樣子 這樣因為它是那個葵花籽 所以油脂不像花生那樣那麼豐富 不過這樣子我就覺得 還不錯了 然後顏色其實跟我自己打的葵花籽醬 還蠻像的 就是它在偏袋中一點 聞起來其實不太像一般聞到 那個葵花籽醬的味道 我覺得 就是 是一種類似堅果的那種 堅果跟種子的香氣 對 那一樣我就 直接來吃吃看 因為 可能我平常 就習慣吃堅果醬原味的 所以 有加糖其實就 我都覺得有吃得出來 不過 它不會到很甜 然後 所以我 我 加佩爾喜歡瓜吃吃看 感覺它好像比較適合抹土吃 我覺得 味道跟我想像有一點不一樣 可能是它有加糖的瓜絲 然後 它不會到很甜 真的比我想像中不甜 只是我覺得 我喜歡吃 就是原味的這樣 它顆粒真的還蠻多的 可是 就是 每一口都吃得到顆粒的口感 嗯 還不錯 感覺可以抹土吃吃 下一罐 再來就是要看到 最期待的綜合堅果醬 其實我都蠻期待的 只是因為這一罐就是 很新出的 所以就趕快想吃吃看 然後 上面有成分標籤 我看一下喔 它的成分有杏仁 腰果 南瓜籽 鼠尾草 種籽 就是 7.4啦 然後還有 亞麻仁 1 2 3 4 5 5種 對 然後這一罐是765公克 價格 我有點忘記 價格好像是 330幾吧 330幾吧 對 所以就價格 我覺得個人 這麼大罐來講 不會到很貴 然後 它是沒有寫比例啦 所以就 來吃吃看吧 它的顏色倒是我覺得 比較像杏仁醬 唉 唉 唉 好好 這個地方在 試這個很有障礙 設計的不好 其實自己不會試 不知道是不是剛進口 剛進來的關係 所以 油水分離沒有到很嚴重欸 我加上我有倒蓋 所以 可以看到 欸 有看得到那個吃鴨子 它的吃鴨子是整粒的 然後 我覺得有看得到那個杏仁醬 那個 杏仁的皮的那個感覺 帶皮 聞起來 很難形容的味道喔 它有一種很像 一種餅乾的那種香味 這罐雖然 油水沒有 分離沒有很嚴重 但是 因為它很大罐 所以我覺得 它們很難拌 就要來 吃吃看了 剛剛吃了一口 覺得就是 它很像一種 該怎麼講呢 烤過的杏仁加上那種 呃 備茶的味道 我覺得 有炭培的那種烤培味 但是 偏杏仁醬的味道 可是它又有一點 腰果的甜味 就 我之前有自己打過腰果醬 覺得腰果醬還蠻 單吃就蠻甜的 然後就這個 因為它還是沒加湯 所以就 沒有很重的那種 調味的味道 但是我覺得 它很香 很適合拿來 做調醬 跟磨吐司 你可以再加一點蜂糖醬 我覺得就會超好吃 還不錯 那以上就是這個三果 三 三個 不同的堅果 這樣品嘗的 感想更新的 然後 要說我最喜歡花 我應該還是最喜歡花生醬 我覺得 第二個是這個 就是它的味道 不會讓人說很 該怎麼講 突出 要這樣講吧 就是很溫和 然後有那種 炭酵的 炒酵的美國杏仁果 那種堅果的味道 還有腰果的甜味 然後這個呢 我覺得 要怎麼講呢 我會想吃原味的啦 我會想吃原味的 試試看 那這就先這樣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鴉片 喜歡我試試看 鴉片 有 鴉片 有